Hello 大家好 我是萝卜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羊水仙的花后处理 羊水仙想要粘粘铺花的话 其实花后处理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种了之后不要动它 包括我们这个 看的残花也是不需要动的 它会自然的脱落 只要一直这样 放在这里就好了 如果你调节于水的话 可以给它来点零锁阿青甲 因为零锁阿青甲有助于种球的膨大 看它这个就像一个大蒜叶子一样 这个叶片还是非常肥厚的 就这样放着不管就好了 三元素的复合纹也是可以的 就这样等它自然的枯萎 因为到夏季的时候 它就会自然枯萎了 到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收一下球 但是一步收球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它的话是需要低温春花的 如果是那种南方地区没有低温的话 建议冬季的时候 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放一下 我们湖南地区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管 只要直接放在阴凉的角落里就好了 然后等冬季的时候 我们再种下去 就可以绵绵复花了 这个很简单的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得跟